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洪准 在12點半到1點 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今天呢 加權股價指數 最後收盤下跌了182點 那很多投資人呢 可能在這個地方 你會覺得非常的恐慌 但是呢 股票市場 它永遠都在一個 極度樂觀 跟一個極度悲觀的 一個區間當中去做擺盪 那我們怎麼從技術分析當中呢 去抓到 這個股價的轉折點 這個就是我們 在股票市場當中 永遠都要去學習的一個課題 所以呢 當市場呢 來到一個極度悲觀的時候 這個地方 你就不要急著 再去把你的股票呢 去亂砍了 你反而要去找一些新的機會 來去做佈局喔 在這個新的機會來臨之前 你要先知道 怎麼樣去選擇 正確的標的 那指數的部分呢 我們從5月24號那一天 我就已經跟你講過了 大盤它是出現了 兩次的破底背離對不對 當我大盤出現兩次破底背離的時候 我的扣底值準備要扣底一個下降區間 那這個地方它會出現一個轉折 所以當時我直接下了一個標 叫兩週內台股將會做變盤 兩個禮拜 那你現在回過頭來看喔 大盤從5月24號那一天開始 在這個位置點上 5月嘛 5月24號這個位置點上 後面雖然還有在破底 但是它的幅度已經不大了 它的幅度已經不大了 那未來的扣底值 它準備要扣底下降區間的時候 左下右就會上來 所以這一段呢 就進入一個大漲的行情 整個波段漲了八九百點 你不用買在最低點 可是至少在那一整個波段上面 你可以咬得住嘛 然後呢在行情什麼時候出現轉折 7月23號的時候還記得嗎 當大盤開始出現高檔爆量長黑 高檔的爆量長黑 這個長黑它帶有大量 所以我說這個行情啊 你要小心喔 因為指數它會有拉回修正的空間 你不要追價 你才能夠避開風險 在7月23號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一個反轉訊號 但是投資朋友你可能沒有感覺 因為那時候很多的股票都在漲 到7月24號的時候 我都沒有改變喔 我說高檔短壓出現喔 高檔它的短壓出現 上檔空間有限 扣底值準備扣底高值 要留意短線上拉回跌破支撐 一旦破支撐 指數的回檔空間將會很大 這是7月24號的時候 7月25號的時候 指數已經連兩天沒有過高了 它連兩天沒有過高 我說這個叫做高檔短壓出現 指數小漲6點 可是廢辦當時是大漲3% 廢辦指數大漲3% 台北股票市場只有漲6點 表現相對弱勢很多 所以高檔的壓力人在嘛 留意指數拉回修正的空間 還是一樣喔 都沒有改變喔 7月26號的時候 我下了一個標 投機不止投資不來 為什麼投機不止呢 你看一下融資餘額的部分 融資在1218億元 直接暴增到1294億 融資餘額大增76億元 外資居然賣超了7億 所以長線的資金它正在撤退 短線的資金它在進來 投機的資金不止投資它不會進來 所以外資在砍 融資在增加 這裡不洗融資它要洗誰 它一定要把融資洗退之後 它才會開始去做進場的動作嘛 所以這是7月26號 7月29號的時候指數在破底 持續的破底創下新低 我跟你講說融資還在增加 它增加了81億元 投機有沒有停止 投機的資金沒有停止 所以投資它不會來 大盤連山不過高 融資逆勢增加 市場過度投機洗盤過後 才有利於波段起漲的漲勢 這是7月29號 7月30號投機不止投資不來 它已經破底了 指數已經跌破了月線了 這一段籌碼它是非常混亂的 因為融資還在增加 融資還在增加 你已經賠錢了 都已經賠錢了 你還不懂得去換股 你還不懂得抽回資金 那這一些融資它會怎樣 它會產生一個斷頭上的壓力 到7月31號的時候 指數已經回檔240點 大家還沒有感覺 還覺得說未來行情 還有很大的機會 到8月1號的時候再度破底 再度破底 那今天呢 指數就直接給你灌了182點下來 為什麼 因為融資的部分 它沒有停嘛 融資沒有停嘛 它已經來到1307億了 指數在跌 融資逆勢在增加 這一段所有的人 全部都套牢了 那投機的資金它有沒有停下來 沒有 投資的資金它會不會進來 這些融資沒有洗到你斷頭 它是不會停的 它是不會停的 所以你的操作 如果沒有公式跟方法 在做運行的時候 我相信對你而言 現在你會覺得非常的恐慌 可是呢 因為我們有買有賣 我們知道什麼地方 它已經產生過熱訊號的時候 必須要做一趟拔檔 所以我們在這個拔檔之後 我們把資金抽回來 指數來到一個過度恐慌區間的時候 我想怎麼買就可以怎麼買 甚至在有一檔股票裡面 我說當時它的BIOS已經來到新高了 所以2330的台積電有沒有 如果當時在這個高檔上面 在這個高高的位置上面 BIOS啊 當我的BIOS它已經創下新高 你懂得去做拔檔的話 這一段的獲利你把它放入口袋 拉回支撐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再做進場布局 但是那個高檔上面 你懂不懂得去賣 導播 short time 每一次呢 當我的指標來到高檔的時候 代表說 我這個地方已經產生一個過熱的訊號 每一個人 大家都在贏相打敗的時候 就不是你該去追價的地方 那我們從它的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 每一次啊 當我的台積電有沒有 BIOS來到高點的時候 BIOS來到高點 它就會做一個回答 BIOS來到高點 它就會做一個回答 BIOS來到高點 它就會做一個回答 那這一次呢 同樣的 BIOS又來到一個新高了 它又來到一個新高了 當它來到一個新高的時候呢 你的風險 就要開始關注了 每一次呢 當BIOS來到新高的時候 就是你要關注風險的時候 但是在那個市場氣氛 在那個市場的氛圍底下 我這樣跟你講 你一定聽不下去的啦 你絕對聽不下去的 那你如果追在這個高高的位置上面 你現在一回檔上面 你一回檔下來 你現在是住進套房 但是有人取走的價差對不對 那取走價差的人 他現在就變得非常的自由 他有很大的空間 有很大的靈活度 可以再去做他的佈局的動作 那這一些觀念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了解一條均線就好了 那你把均線的內容 你把它搞懂 你就不會追在高檔 然後又殺在那個滴滴的位置 你等到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個 非常恐慌氣氛的時候 你才想要去賣股票 你慢了 你晚人家很多步了 甚至說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他是不是你合理賣出股票的位置 這個就是一個問號了 因為均線的使用要點裡面 他有跟我們講 均線的上揚跟下彎 他代表趨勢的方向 股價跟均線的乖離過大 他一定會做熟練的動作 所以我從BIOS指標 我就能夠知道說 現在股票市場 是不是已經產生過熱了 當你過熱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是你一個 很好去把股票拔檔的時機 所以有買有賣 這些內容 這些操作 全部都是依據著均線的法則 就這麼一條均線而已 那你只要學會這一條均線的運用 其實股票市場對你來講 它是一個很好賺錢的地方 它是一個可以讓你獲利 穩健獲利的地方 只是很多投資朋友 你可能都不了解 然後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只會聽名牌 這個分析師報給你這一支 那你就去做 那個分析師報給你那支 你就去做 結果買了一大堆股票 然後哪一檔股票讓你賺過錢 但是你只要了解 技術分析的運用的時候 原來股票市場它有一個規律 這個規律你把它抓好 就好像跳舞一樣 你不會踩到別人的腳 你還可以譜出一曲 非常非常曼妙的舞姿 那我們在下一個節目裡面 下一段節目裡面 我要告訴你 我們怎麼運用均線來賺錢 我們怎麼運用均線 在股票市場當中獲利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一天加圖龍 刀鑑何必立上加力 號令古靈神與針鋒 運打頭顧熟悉操盤團隊 金融大師洪老師 掌握資金動向 籌碼專家高老師 透析主力籌碼 金碼專案限時實施中 02-8773-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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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加圖龍 刀鑑何必立上加力 號令古靈神與針鋒 運打頭顧熟悉操盤團隊 金融大師洪老師 掌握資金動向 籌碼專家高老師 透析主力籌碼 金碼專案限時實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洪准 在12點半到1點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今天加選股價指數的重挫呢 其實我們在很早以前在7月20幾號的時候 23 24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跟你做預告了 甚至呢我在金融指數方面 我就已經跟你講了 現在台北股票市場真的風險會在這裡發生 因為我們從均線的角度來看 當我一條均線已經開始變成下彎 股價跌破均線的支撐 帶動均線開始下彎的時候 整個趨勢就已經改變了 因為我們的均線使用要點第一條叫什麼 它的上彎 它的上揚跟下彎 是代表趨勢的方向對不對 那我股價跟均線的管理過大 它一定會做收斂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當時7月25號的時候 當我的金融指數的均線呢 它已經開始轉為下彎了 它已經開始轉為下彎了 所以代表說它的趨勢已經轉為負向 已經開始要向下了 那你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就算你是存股者 你也不能在這個地方 你去做佈局的動作 因為股價還不夠便宜 那一旦開始跌破支撐的時候 它會開始加速的下跌 因為套勞的資金太多 因為融資的資金太多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多殺多的殺盤動作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今天28指數連續兩天有沒有 重挫 這個是金融指數 今天跌了1.26% 然後昨天又跌了1% 所以這兩天下來 就已經跌掉了2% 換算成台北股票市場 它等於跌掉了哪裡 它等於跌了將近300點的幅度 所以你知道說 當我的均線開始轉為下彎的時候 當我知道均線 未來會成為一個很大壓力的時候 這個地方你就不要再去做追價的動作 個股也是一樣 一個法則 同樣一個法則 你可以運用在非常非常多的層面 所以你把技術分析學好 其實很多的 很多的 比如像說金融商品 很多的金融商品 你都可以運用的 你都可以拿來使用的 所以你必須要花小錢買專業 你不要花大錢來去學經驗 有時候你錢花了很多的學費 你還未必能夠學到經驗 但是我們今天花了小錢 你就可以在這個小錢當中 去了解到說 一個正確的操作邏輯是什麼 否則你每天都在買賣之間做選擇 就好像這隻兔子一樣有沒有 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都沒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可以讓你做依選 沒有一個正確的邏輯 讓你在股票市場當中獲利 甚至你每天看著新聞 每天看一些市場上的報導 結果很容易陷入他們的陷阱當中 7月23號的時候 當時市場上面開始風行這個 叫做蘋果要導入MicroLED 然後所有的市場上面的分析師 每一個都講說他手上有LED的股票 但是記者來採訪我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現在蘋果他採用MicroLED的產品 最快2020問世 但是在技術門檻還沒有突破之前 產業面依然功過於求 尤其是LED產業 最近因為大陸競爭的關係 所以都是呈現虧損狀態 營收沒有出現大幅跳升 短線上股價上漲 他只是反映一個消息面而已 那你如果看著這則新聞 來去做追股票的動作 你是非常容易套在那個高檔上面的 所以你看2448的經典有沒有 7月23號的位置點在這裡嘛 當天是不是創下一個新高了 7月22號創新高之後 開始股價就開始回落 今天還破底創下新低 那當時去追股票的人 看新聞去追股票的人 現在你想要解套都遙遙無期了 都遙遙無期了 但是你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當我的股價呢 已經距離前高了 它已經來到前高 還帶出一個好消息出來的時候 就不是你追股價的好地方啊 3527的聚基有沒有 今天重挫啊 今天大跌了5.7%喔 但是在同樣一個時間點上面 你看這個BIOS指標就好了 消息出來的時候 帶動它的股價上漲 可是呢你從BIOS指標 你已經看到它已經創高了 它已經漲過之前高點 就不是你該追價的位置 就不是你該追價的位置 所以光一條均線 我就可以讓你趨吉而避凶 現在呢指數跌破了月線嘛 這些個股 開始一個一個來做領跌啊 那當時買在高檔的人 現在是不是都很後悔 人生沒有後悔要 最重要的還是回歸到你的操作面 買起漲不要去追漲嘛 我們怎麼樣來做呢 我們通常 我們每一次啊 告訴你的時候 都是起漲來做布局的動作 養標股去賺行情啊 養標股賺行情 所以當時我們在做這個有沒有 3147的大眾啊 當時我們在布局這檔股票的時候 資金已經告訴我 這個地方有人在買 有錢在做進場布局的動作 強勢股買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所以當我的均線 開始從下彎轉為上揚 強勢股買在短線上拉回時 你用這個節奏下去做操盤 7月19號3147的大眾 38.2元市價買進 38.15元成交 當天直接亮燈漲停板 7月22號再漲8%創下新高 7月24號的時候再度創下新高 漲幅高達8% 那你當時38.2元買進的 以那個收盤價來看46.25元 你的波段獲利4天的時間 1234 你就賺了21%了 你就賺了21%了 但是當BIOS來到新高 它創下新高 就不是你該去做追價的位置 7月24號當天 我們在Lightlight裡面怎麼說的 我說金流搭配均線 你要買起漲不要追漲 BIOS創高之後 你不要用追價的方式 你一旦追價 你會套在這個高檔上面 所以7月24號當天 45.4元市價出清 45.4元市價出清 從我們賣完之後到現在 它有在創高嗎 沒有啊 因為BIOS指標它已經來到新高 它已經過高點的時候 它會來做一個拉回 測試支撐的動作嘛 強勢股你要買拉回 你不是用追價的方式 就是拿去追股票 這個是不是符合我跟妳講的 起漲布局 我要做的叫做養標股 當我養對一檔股票 標股只是市場上面 後來賦予它的名詞而已 我沒有用很難的指標 就是用一條均線 那這一條均線呢 它可以告訴我說 現在市場上面 是不是已經出現了一個 過熱的現象 當我指數已經過熱了 或者是說個股之間 它已經過熱了 就是你該出場的時機 所以你看3147的大眾 到現在為止 我們已經取走的價差 我們取走的價差 但是有些人因為追高的關係 他住進了套房 你想要花小錢去買專業 還是花大錢來去學經驗 現在我們手上 只剩一檔股票而已 只剩一檔股票而已 但是今天大盤跌了200多點 盤中一度跌200點 那這一檔股票呢 我們在7月31號 下去做布局的喔 7月31號下去做布局的 那這一檔股票呢 一樣我觀察了它 非常非常的久 這個叫做量縮整理的格局 那大漲的時候 我不去做追價的動作 行情拉回的時候 它能夠逆勢抗跌 它才是未來的機會嘛 即使今天指數在重挫的過程 有沒有跌 沒有啊 因為人家的支撐點還在啊 它這個叫量縮整理的格局 每一次長紅有人買 長紅人家在進場 但是呢跌的時候呢 這個量縮就代表說 一些小傘 一些小傘就做出場的動作嘛 大戶沒有走 但是小傘在出清 籌碼越來越安定 又經過的量縮整理 又經過大盤的利空測試 我認為它的機會是很大的 但是呢前提是 你的股票不能被套牢 你手上要有資金 可以去做進場佈局的動作 否則一旦機會來臨的時候 當然你就錯失了嘛 因為你會看著其他的股票 一路的往上走 但是呢 因為你的套牢的股票在那邊 你的資金被卡住了 所以你動彈不得 我希望你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我希望你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你要知道說 現在要怎麼樣去買起漲 有些個股啊 歷經大盤這個洗禮之後 這個洗融資的過程 已經慢慢的慢慢的 進入到起漲的階段了 已經慢慢的回到了 就好像這一檔股票有沒有 他如果沒有經過這一波洗盤啊 他如果沒有經過 這一波大盤的洗盤 他沒有買點可以讓我買耶 現在類似這樣子的標的 會越來越多 會越來越多 所以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來 起漲布局 養標股賺行情 當你錯失了上一段啊 台北股票市場那一波飆升有沒有 從5月24號到7月份 這一段大漲的行情 你會錯過很多 包括誰 包括液態的部分 包括誰 包括華星科的部分 然後甚至呢 南紫電的部分 甚至智芯的部分 這個你都錯過了 但是錯過沒有關係 新的機會永遠都會存在的 只要股市有開盤的時候 只要你的操作模式是正確的 我相信我們都可以幫你把過去失去的給要回來 我們要成為散戶的超人 我們要帶領散戶來超越法人 但是你想要超越法人 你要比這一些法人更加的靈活 不要把你的靈活度給卡住了 當你的靈活度呢 可以提升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就好像這個超人一樣 他可以戴上斗篷 帶你一起去飛翔 所以所有的內容 我都會放在我的Light裡面 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尋小老鼠 BYR255EV 加入我們風行操盤室的駕住 感謝大家接著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기에 順利 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 context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